加大龙的双轨零度进行轴 双轨探月轴 双轨空灵轴 都采用了加大龙的全新双轨结构 那在讲解具体每个轴之前 我想先解释一下双轨结构 到底会给轴体带来哪些的变化 那常规的轴体在下盖上会有一个轨道 那轴心会在轨道内进行运动 尽可能的减少轴体按压时轴心的晃动 而加大龙的这个双轨轴体 轨道的样式发生了变化 增加了对于轴心的束缚 在不使用防尘臂的前提之下 轴体的稳定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因为对轴心的束缚更大 轴心对于底盖的撞击力 会在按压的时候被分散掉 那打字音也会显得更加的轻软 有的朋友反馈说 双轨的轴用着有点紧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 你就不可能在每次敲击的时候 都会按到剑帽的正中心 也不可能标准的90度的去垂直按下轴体 那我们可以把筷子比喻成轴心 把瓶子想象成上盖 那正常打字的时候就如同 你斜着用筷子去捅瓶子 那瓶口越小 速度也就越大 也就会感觉越不舒服 那不过好在这次双轨系列轴体 厂润也有一定的进步 那触底时的粘力感 还有烏滑子 粘稠的那种 不稀不稀的声音都少了很多 那这种发紧的手感有所缓解 能够提供于近似热刀切黄油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这种发紧的手感 大概使用个15分钟 你就能够适应 那双轨零度静音轴 双轨探月轴 双轨空灵轴 其实都是基于双轨结构的一种变体 那我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双轨探月轴 那它是一个打字银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麻将银走体 反而最不需要解释什么 直接给大家来一段打字银吧 接下来要讲解的是双轨零度静音轴 那这个静音轴和传统的静音轴相比 也是有一点特色 那在轴体上盖的导轨顶部 增加了一个静音电 同时在下盖的外部还有一个静音电 那静音电的一大弊端 就是总体的敲击手感会变得非常的弱 但是如果把静音电放在了外面 那就能一定程度上降低手感肉的 静音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打字银 我有适用我老版本的零度静音轴啊 那个版本的轴体的常论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 这个版本的常论真的是好了挺多啊 下一个轴体就是空灵轴了 空灵轴是一个响轴 但是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大家可以看到在灯孔的位置 多了一块区域 在里面有个小小的金属片 当你的轴心触底的时候 就会拨动这个金属片 金属片发生的时机和轴心触底 发生时候的时机是几乎相同的 那我没有办法说它是最好的响轴 但是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响轴 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还有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千万千万别拆轴 这个弹片没有被固定住 也非常非常的轻 在开轴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弹飞掉 想要装回去都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价格方面 双轨零度静音轴是4块一个 空灵轴碳月轴是3块5一个 那你们觉得性价比怎么样呢 在评论区让我来看看你们的讨论吧